奇怪的粉丝,奇怪的素材 上面还有一块奇怪的鸟屎 汽车后视镜 没见过的打一 两个方面 一个是如果它彻底坏了 大概教给你怎么从车上整体换下来 还有一个是如果这个镜片坏了 怎么单独换这个镜片 方案把门培养成汽车修理小能手 最后肯定是把它拆开 然后看一下里边大概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这是一个丰田锐质车上的 但是这是一个副厂匠 首先给你看这位置 有三个螺丝埋同的螺丝 这个可以很好理解 它是和车固定的 车里边有一个三角形的塑料卡片 把它打开 拈下来这三颗螺丝 当然了,然后这个 自己在家应该就可以搞定 三颗螺丝一个插头 下面说如何换这个玻璃镜片 如果它单独换了怎么换 如果它还能工作 你可以把它调到最高 用电动条 如果它不能工作了 就像我这样用手动调嘛 主要要底下这个缝隙 为了起到正确的示范效果 我带了一双手套 然后这有缝隙 这个哥们给我送了一个这个东西 它意思是这样 但是我这个手 看,牵牵玉手 应该可以伸进去 OK,看到没有 这款车是两个卡扣 在下边 但它一共有四个卡扣 上面两个是插上去的 这个好理解 然后下边两个 是这种卡上去的 先插再卡 但是有的时候不要急于拿下来 带加热的那种 后面有个插头 需要先把插头拔下来 才可以把这个玻璃拿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是这小片玻璃单独碎了 你买这小块就可以了 好的 按回去 它这里边大概分了三个部分 一个是它这个镜片的上下左右调节 再有一个是自动折叠 再往后是它独有的这个转向灯 我先把各个模块拆下来 外边的装饰壳 灯光部分 两根线 OK 机器人彻底下来了 但是你看 这个东西应该是受到过重创 应该是报废了 所以这就可能是 它轮入到我手里边的理由 先拆这个镜片部分 看这个镜片是如何联动的 第一层的背面是这么一个结构 中间有一个圆的东西 可以想象在中间固定着 它并不产生动力 动力是这俩东西 对应的是这俩东西 里边就是两个小电机 然后一个窝杆减速 看一下它怎么把这个东西抬起来的 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这个位置的这个东西 我把它里扎下来了 先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属性 它中间是有螺纹的 你看它底下是五个爪子 但实际上在这五个爪子内壁 是有螺纹的 然后它对应的是这个东西 里边这个黑色的东西 也是有螺纹的 这个可以想象吧 然后这个白色的东西 周边有祸口 可以卡住这个 正好也多出来一个祸口 逆时针 出来了 长长了 顺时针 下去了 这边一样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机械结构 然后再看它这个折叠部分的机械原理 这个东西卡扣解决完了 也很难打开 所以这时候有必要小绿毛巾一下了 对吧 这边都进去了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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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钳子从这拆一下看看 里边是这种胶 我说摔不开它 这里边一个非常小的小电机 好像也是130电机 这么小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扭矩 里边肯定是个减速机构 里边实际上是两级窝杆减速 一级窝杆减速电机直接下来 然后带动这个齿轮 这齿轮侧边一个齿轮 然后带动里边这个齿轮 OK就这样 奇怪的知识 奇怪的技能又增加了 以后可以自己修反光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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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